在具体的讲解我们这个demo应该如何制作之前 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学习这个课程所需要的基础知识 首先希望大家能掌握converse系列第一课 绚丽的倒计时效果 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 这部分内容讲解了我们如何创建一个converse 以及使用converse进行基本的绘图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 基本对converse的绘制要求非常简单 只需要绘制一个圆 就好了 那么大家掌握这个基础就够了 第二部分在converse绘图详解这个课里 我详细的讲了和converse绘图相关的所有的接口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课程不需要这么复杂的converse绘制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在converse高级内容中 讲过一个clip和剪辑区域这个概念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demo中将使用这个概念 来创建底层是一个模糊的图像 而上层一个小圆圈里显示的是清晰的图像 这样的一个效果 最后在converse玩转图像处理这样一个课程中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converse图像基础 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在这个demo中将使用draw image这样的一个函数 把图像绘制到converse上 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么对于以上的知识点呢 如果大家提前能够了解 那就是最好的了 对于一些函数的使用 我在课程中还会再做介绍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制作这样一个demo 使用的大多数技术呢 其实比较基础 希望这个课程可以启迪大家 怎么灵活的运用 我们已经学过的converse的基础知识 来创建不一样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在课程中